12月22日晚 陈雪东在微博晒出一组和狗狗的合照 并配文 我要曝光他们 我要离家出走 我不要做电灯泡 好当当的冬至 过成这个样子 被狗虐狗有意思吗 好玩吗 开心吗 你们冬至快乐 多吃汤圆饺子 我吃狗粮 照片中 陈雪东与一只灰色泰迪贴脸而睡 相当亲密 但是定睛一看 小泰迪旁边还有一只狗狗 紧紧地搂着小泰迪 难怪陈雪东要自嘲自己是电灯泡了 被狗虐了一脸的陈雪东 还为两只狗狗的照片配上台词 做成小剧场 东东也是不要太可爱 看到这组照片 朋友们都调侃到 陈雪东你的狗都有对象了 你还没有 这也不是陈雪东第一次 散发单身狗的怨念了 张杰倩那结婚纪念日 黄小明和baby的宝贝诞生 几神求婚饭冰冰 但凡娱乐训好事临门 总能在转发评论里 看见陈雪东的身影 前不久影儿公布怀孕的喜讯 陈雪东还发微博 委屈道 别人都有孩子了 而我只有几条狗 如果捞新闻 那就祝东东早日脱单吧 报道